剛才我們加的書籤有可能有的加的太多了 甚至有些加了不要加的東西了 那我怎麼去整理 怎麼去移除 怎麼去換順序等等的 來 三個點點裡面 書籤 然後從上面數下來 這邊有一個書籤管理員 點進去 書籤管理員一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多的 就是你的書籤 甚至這邊有展開的 哪個書籤 現在這個部分是在書籤列 那書籤列 你看書籤列裡面放了這麼多東西 書籤列底下有好幾個資料夾 同時書籤列裡面沒有放在資料夾的這些東西 好多 OK 所以這些怎麼做 比如說 你有哪一個不要的 移到後面三個點點 你可以直接做刪除 OK 哪一個不要的 移到後面三個點點 按刪除 它就可以刪掉 OK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換順序 假設 比如說我的這個 我的網站 學習網站很重要 你一定要放在最前面第一個 因為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邊 這一排太多了 一大堆都集中在這個雙箭頭裡面 我希望這個東西我常常在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了 就琴米法 我的這個 按下去 不要放開滑鼠 按左鍵喔 不要放開滑鼠 慢慢的往上 拖拖拖拖拖 這時候拖到第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藍線 到第一個之後 放開 它就移到第一個去 有沒有看到 所以如果你要刪除 你可以在後面的三個點點 按刪除 如果你今天是要換位置 哪一個哪些比較常用的 你就把它 按著 按著滑鼠左鍵 不要放開 慢慢的拖拖拖拖拖 拖到藍線白的位置 你覺得這個 是適當的 放開 它就跑到 剛才你擺的那兩個書籤的中間 OK 那就整理完 那甚至呢 如果說你今天 你有想要 擺到其他的書籤 像比如說我這裡有別的不同的書籤 那你可以用拖曳 到裡面去 你看我這邊有其他的書籤 我就可以把這個書籤 拖到哪一個裡面去 你看這邊有反白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把這個王影聰的色大學習 我不要放在書籤列 我放在 假設跟 教案 撰寫 你看這邊有一個 第二個 教案撰寫相關 我把拖到這裡 反白以後 放上去 不見了 但是你看 教案撰寫相關 裡面有我的網站 那甚至 那我在這裡怎麼找呢 你就可以 像這裡 你可以用這個 雙箭頭 找到 我這是放在Google 相關裡面的這個 Google相關 裡面的 教案撰寫相關 裡面的 看到我的 這個網站 然後一點 就可以過來 可以嗎 所以我再講一次喔 三個點點 書籤 書籤 管理員 進去 進去之後呢 其實你看 這個書籤 它是有規則的 這好像是一個 大抽屜 大抽屜裡面 還放了 中等的抽屜 中等的抽屜 有的中等抽屜裡面 還有小抽屜 所以你看這個 城市相關裡面 放了好多的 又有其他的資料夾 有沒有 所以呢如果你要整理的時候 像剛才我把那個 王影聰的書籤放在太裡面了 我想放回書籤列 我只要進到那個資料夾裡面 找到我這個 然後往外拖 拖到書籤列上面 放開 書籤列裡面 找一找有沒有 欸有在最底下 啊不行啊我要放到最前面 好在這裡 按下去 左鍵 不要放開 往上拖啦 喔 繼續慢慢跑 啊有時候跑太慢了 這樣子 這樣子一直 跑不上去 好你先讓他在這邊休息一下 好 再把 卷軸 往上 再來一次 按著 左鍵 再慢慢拖拖拖拖拖 拖到最上面 放開 出來了 那這樣書籤就整理完畢 OK 可以嗎 好 所以還有 各位剛才比如說像這個 網站 如果你想要加到 這個 書籤 將這個網頁加入書籤的時候 這裡可以建立書籤 你如果這些書籤 這些就是像資料夹 你這些資料夹 都不是我要的 我想要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夹 你就選這裡 選擇其他資料夹 然後呢 這底下 有一個新增資料夹 OK 所以在書籤裡面 書籤列裡面 你可以新增一個資料夹 咚 跑出來了 打名字 假設我就打 測試 測試 有沒有 測試完 Enter一下 這個資料夹是建好 然後 這個反白的在這個資料夹 代表到說這一個書籤 會放在測試這個資料夹底下 按 除非 那存到哪裡去了呢 來看一下 書籤列的雙箭頭 找到測試 測試裡面是不是有我的 資料夹 按 然後呢 再來喔 整理 書籤 書籤 書籤管理 剛才那個測試 測試 如果我不要 其實 按右鍵 也可以 在這個資料夹 按右鍵 刪除 直接把資料夹 直接綁那個資料夹 跟底下的書籤 一起刪掉 可以嗎 所以這些書籤 或這些檔案 跟各位講這個如果不要了 你也不一定要在這裡 按 你直接在這裡 按右鍵 按滑鼠右鍵 就可以直接刪除了 資料夹不要 資料夹以下的東西都不要 在資料夹這邊 按 右鍵 右鍵 三組 就可以了 資料夹要換順序 一樣 電子 電子書製作的資料夹 換順序 按著左鍵 拖替 拖曳 就可以了 OK 甚至 電子書製作我要放在 google.io這個資料夹底下 我要放在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跟它相關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 資料夹是跟它相關的 我也可以把這個資料夹 放到它底下去 怎麼放 按著左鍵 往上拖 拖到這個資料夹反白 放開 它是不是就在它底下 可以嗎 它就是 越前面的 感覺是越外面的抽屜 越裡面的 就是越裡面的抽屜 我們一定要打開最外面的抽屜 才可以打開 中間中等的抽屜 再打入 才能夠再打開 最小的抽屜 一層一層的 這個觀念 可以嗎 好所以請各位操作 這個 書籤的 書籤管理 甚至呢 在書籤裡面 你要把這個網頁加入書籤的時候 請 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資料夹不是你要的 你可以這個資料夹 往下拉 選擇 其他資料夹 然後 你看你要建在哪個資料夾底下 你就按 像我要建在網頁相關的資料夾底下 我就點它之後按 新增資料夾 你看 它是不是就建在它底下 然後你就可以打一些字 假設我隨便打一個字 打英文好了 當我的資料夾 也可以 打完了之後 Enter 這個資料夾就建立了 然後到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建在這個資料夾底下 儲存 就建進去了 那如果 今天這個資料夾不要了 我就說剛才三個點 書籤 書籤管理員 書籤管理員出來之後 這個資料夾不要了 你就在這個資料夾 按右鍵 滑鼠右鍵 選刪除 就可以刪除掉 好不好 來請各位整理一下你的書籤 好不好